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求学习成绩太好 但是也不能太差 就是注意身体 然后继续努力 他们其实从小到大就够说一句话 你自己开心就好 然后注意身体健康 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然后让我别受委屈 别难过就好了 成长的话很多方面吧 不管是才艺或者是学习 都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去年我记得是没有怎么拍影视剧的 然后今年设立了很多影视剧的拍摄 然后也是感觉挺好 然后自己还发了新歌 就还挺难听的 进步的话其实我感觉很有突破 因为第一次主演电视剧 然后也有自己的新歌曲 但是我觉得基本功势 真的是必须要扎实的 我觉得18岁应该就是多冲一点 长大以后的自己都是好好学习 然后好好注意身体 好好努力 但我觉得如果反过来 我说的话那会不一样 比如18岁的我就觉得说多冲一冲 然后勇敢地去努力 然后不要害怕困难 跌倒就爬起来 然后28岁的话就是自小注意身体 然后要对家人 然后对自己喜欢的人 对全世界都要很好 38岁就有点老了 就是要照顾好自己 到时候就是要多为别人服务 就是多想着别人 各种玩啊 风玩 就是在什么森林啊 海岛啊 然后古建筑那边就是去旅行 具体计划没有 就是这部戏拍完之后 还希望有时间能静下来学习吧 其实之前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就学习的时候会真正学习 工作会真正工作 但现在这段时间可能工作排得太忙了 所以学习就只有抽空 然后等工作完了 看两个工作之间有间隙的话 他就会集中的全天上课 其实平时和亮哥 然后田馨还挺有交流 因为小鹿姐也在剧组拍戏嘛 然后像是田馨来这边玩 还挺好 他和好王就是 他上次到房间 他就很开心在这样打古人 然后我也跟着他一张古人 然后我两个人都笑得嘎嘎嘎嘎嘎 就很开心 然后感觉圆着自己的一个梦想 80分吧 有难度 因为RAP是当时录了很久 其实我现场唱没有那么好 就还是挺有难度的 就是以后还是需要继续加油的 在意里的我 想成为更好的我 年轻成全抱着头 前面和反面的我 这肯定的严重 我找的新的理由 在这一瞬间火让开朗 原来可以不同 其实他有一句歌词很好 早一放晴的蓝天 才发现不思议的改变 就是感觉雨过天晴的感觉 不管现在是多么的困难 多么的艰辛 在以后都会雨过天晴 然后会迎来美好的新一天 我想其实现在挺长大 因为长大的时候就会有担当 然后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 会被太阳拥抱 直到下一秒对 这个我学不出来 因为各个各个好处 但是歌手和演员 都是我喜欢的事情 就是反派 你也看过那个 《四杀小队》吗 《小丑》 好帅啊 我超级喜欢他好帅 就是会让别人 一点就记得住那种角色 其实角色 他有正派和反派之分 但是没有好坏之分 首先肯定第一个就是很感谢粉丝 就是真的 感觉他们很喜欢我才是这样做的 就是很开心 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是 他们喜欢我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不要被准他们的负担 就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 肯定会有点厉害 因为他们这么好这么厉害 我肯定也要突出自己变得更好 才能回报他们 其实没有那种特别长篇大的 就是谢谢你们我爱你 但都是实话